可可香奈尔一直是优雅的象征 凭借她大胆前卫的设计 从一个孤儿跃升到法国上流社会 最炙手可热的设计师 她的个人成长故事 对许多现代女性来讲 也是平等和自由的象征 由荷兰乌里克奎德剧团 和挪威乔斯特朗姆格兰舞团 联手打造的肢体偶具香奈尔 就通过独特的木偶剧形式 讲述了香奈尔的人生哲学和生命历程 该剧将于5月7日8日亮相大宁剧院 本剧揭示了时尚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以及社会模式 探索服装如何成为一个身体 而身体如何成为一个傀儡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